大家好 我是珍立 發燒配件我們第一時間會想到發燒電源線 發燒拖板 發燒濾波器 甚至發燒電箱 去到這件事 Fuse 我們比較少聯想得到 當然發燒Fuse 也不是新鮮事 為何我們今天要特別強調發燒Fuse的重要性呢? 其實大家可以想到 當我的發燒電源線插進電源位置之後 電就會先經過保險絲 然後才去到電腦 不然它就發揮不了保護電腦的功能 如果我提升了這顆保險絲 換了這顆保險絲 用玩靚一點電的理念去玩電源發燒Fuse 當時你得到的音樂享受和滿足感 我可以告訴你 不輸蝕得過你先換一條電源線 為何這麼說呢? 我遇到最多的發燒保險絲 其實就是Powerhouse 其實我們的Pioneer UDP-LX800 也早已經換了Powerhouse的保險絲 在主電腦那裡換了Titan 在模擬電腦那裡換了兩顆Zero 裝了之後都沒有拆下來 因為實在聽不回未換的時候的效果 今次我就遇上哪兩款發燒保險絲呢? 就是一款叫做Zero 2 一款就叫做Extreme Zero 聽到我的名字都挺厲害的 當你以為Extreme Zero一定比Zero 2貴的時候 你就想錯方向了 其實它們的差價是1000元的 Zero 2其實就會比Extreme Zero更加貴 那發燒保險絲它有什麼獨特的設計之處 要讓我換了原本機裡面那顆 跟機的保險絲呢? 那大家玩電源線其實都會知道 跟機線和發燒電源線換了之後的分別 你AB比較過的你一定知道 咦?真的不同 那發燒保險絲裡面那一條 全電的線就已經很不同了 在Zero 2和Extreme Zero裡面 其實同樣都是用高純度的純銀 去做這個保險絲的 那在這顆軟的兩端 就看到金屬就是摺端 就用了一些稀有金屬度純銅 裡面是純銅 外面是稀有金屬 用了在兩端那裡的 而保險絲的管就用了通透的實音管 其實各樣的配搭損料 都會改善了聲音的表現 還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Powerhouse本身有一個世界領先的技術 它就是將一些很微粒的礦物粉 以微量的方式導入了發燒保險絲 其實Powerhouse本身的Alpha系列已經有了 但是Alpha系列它就會分 不同火粒大小的礦物粉 它們分成2000、8000和10,000的 越大的數字代表火粒就越小 而改善的範圍呢 越大的數字改善高頻 越低的數字就是改善低頻的表現 兩年前Powerhouse推出Zero的時候 它們就已經第一次將2000、8000和10,000的微量礦物粉 就導入了Zero那裡 聽出來的效果 只要玩過的都發覺 其實就是不能活有他 去到Zero2了 其實它也有微量礦物粉的改善 除了28000和10,000之外 它再加入315 就是比較大一點點的火粒 所謂大一點點 就這樣肉眼都看不到的了 這個火粒就是去幫助改善低頻的表現 在Zero2那裡 它就再做了些什麼呢 礦物粉它需要有個載體 於是它設計上面 就將那個載體技術再淳化它 令到礦物粉在管裡的輻射發揮會更加好 那就改善了音質的表現 另外就是改善了Fuse的接點 在Zero2那裡 它們就用了一個更精細的點石技術 就是說點得更精細 而且用得更少的石 用得更少的石 就是意味著它影響到聲音表現的情況就會更加低了 而Extreme Zero有什麼特別呢 它裡面都有2000、8000和10000的微量微礦物粉在裡面 然後它就再加了微量的瓷粉 其實就有一點像有些電源線 就會加一個瓷環這樣 它有很微量的瓷粉 加了一個瓷粉之後 會有什麼效果呢 其實我也聽到的 就是聲音的勁度 低頻的抽擊力、動感 就會強了很多了 因為裡面的元素和物料有些不同 就令到這兩顆保險絲的聲音、性格就有些不同了 我們以往就很容易掉進了一個價錢的圈套裡面 越貴一定是越漂亮的 越便宜的就越普通的 其實是不是 我可以告訴你這兩顆保險絲的特性 其實就是針對你的靈性環境 和靈性的口味而去選擇的 我們先說回頭 其實這兩顆保險絲它有幾個款式的 首先它的長度就有最普通的20mm 也有25mm、35mm 還有新增了一款是38mm的長度 你有不同的器材 適合不同長度的保險絲 另外它的電流的數值可以由100mA到32mA 這麼多種的選擇 留意到那個產品盒後面的背部 就會知道你應該選擇哪一款的保險絲 再回到說聲音、性格方面 這次的測試其實我們的總編何欣 也積極地參與 為什麼呢? 它因為幫它的CD機換了一顆0.2 它覺得它的表現是令它聽得更加開心 聽得更加寬快 於是它就回來跟我一起 在這間房間試試看 這間400呎的房間 我們就選擇了DCS的Network Bridge 因為Streamer現在發燒的表現 也都更加大眾化 我們更加覺得需要提升Streamer的表現 就算是串流音樂 我們都聽得更加開心、更加發燒的感覺 我們第一款換其實就是Extreme Zero 在這個400呎的房間裏 我們就覺得能量很到位 聲音的動態完全不同了 在我們其他的器材 還有Solution的311前級和325後級 驅動我們最新的Bow & Wilkins 802D4的喇叭 這顆Zero Extreme全噴動態 細節約音的動感 音場的深度、闊度 其實都有明顯聽得到的改善 其中我印象非常之深的就是 Man of Steel 電影原聲大碟 Ignition 這一顆裡面其實是十套套鼓 一起爆放能量的 一起擊鼓 聲音的動態、動感能量 一排、兩排鼓的那種深度 鼓棍在勁敲的時候 那種又多聲音 而且多得來又感覺都齊 齊得來又覺得聽到很多鼓棍 和鼓皮在那裡戰動那種感覺 其實就很強烈 豐富細緻、動感能量一流 爆放力一流 於是我們又轉去聽 《星球大戰》的主題曲 那種均嵌性下的氣勢 我們發覺拔走了Extreme Zero之後 不如就不要聽《星戰》的主題曲 那就聽聽其他東西 都是拿不走的感覺 接著就再聽 John Williams' Life in Vienna Annie Sophie Mutter 參與演出的Devil Dance 即與魔鬼共舞 一起就我就發覺 他和原裝Fuse的分別就是 他將那種很硬朗、太過工整、太過辣 刺耳那種感覺壓低了甚至 可能在原裝的聽法 這位小提琴大師Mutta 可能有少少傲氣的感覺 去到Extreme Zero 其實就已經變了另一件事 不是改變了聲音 是將小提琴那種口滿、潤窄、光澤 和他拉著的技巧 表現得更加細膩、更加豐滿、更加倒肉 那種變化多端的感覺 既清晰銳利 而且沒有一種令到你覺得 聽得有刺耳、不舒服的感覺 而且與魔鬼共舞那種辣的感覺 表現得欺負到好處 就不會覺得辣到有些頂不住的感覺 是沒有辣、沒有惡、沒有尖的聲音的感受的 而那種風潤、小提琴箱的共鳴 那種感覺是更加仔細 再跟後面樂團演奏的時候 一浪一浪的湧出來的大能量的音樂 背襯前面的sharp 後面的整體那個畫面 呈現得很仔細的 那個唱片感、細緻感、要大場面又大場面 要獨奏表演 那種獨奏表演入心入肺 另外就是 在聽法國諸事週報的電影原聲大碟 管樂吹出來的那種層次、有光澤 應該是亮麗的時亮麗 應該是有氣勢 那時候有氣勢 那種噴出來的那種層次感、動感、形態 非常仔細 再加上其他配樂、敲擊樂的定位 非常之清楚 至於合奏那種連動性、一致的感覺 令我們聽得非常之開心 可以說我們是非常之喜歡 Zero Extreme這顆保險絲 但是呢 我又跟Audio Link的Philip聊過 他就說 他自己略嫌Extreme Zero 這一顆保險絲的低頻多了一點 那我們就一路再聽了 我們就相信 如果你的聆聽空間是比較大的 就是300呎、400呎或者更大的 其實Extreme Zero會更適合你 因為那個能量、那個動感 會更加到位的 而比較細的聆聽空間 可能是300呎、樓下200呎、100呎 或者更細的聆聽空間 我們就相信 Zero Two的控制力會更加好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我們在這裡再聽 我們就發現 Zero Two做仔細的、微細的弱音動作 是做得更加精細的 例如 聽唱歌的時候 那種口型、那種結像 你可以看到歌手的口子在動 有多大、有多小 那種立體感是很強烈的 而且那個音場的通透感 也是比較鮮明的 我們一邊聽 我們就發覺 其實很明顯 Zero Two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的聲音是比較高貴的 你可以說是有一種很優雅的氣息在這裡 當我們聽情歌的時候 會特別感覺到一種很軟、很柔和、舒服 那種很精緻的聲音表現 令到你很容易感動和投入在音樂裡面 就好像我們聽黃演芝重新演繹 許冠傑的印象 他唱出了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那種戀愛那種動感 那種暗藏心底 有些絲絲、點點、細膩的一些情感會發揮 其實情動的感覺是很容易感染得到你的 再聽就是鋼琴家Alexander Thord 有一種專輯叫Barbara 跟很多歌手合唱的 讀奏之後 Track Two一首音樂由Dominic A主唱 那種感情、那種失意、情緒 這位歌手演繹那種細膩、變化高高低低起伏 那種內念、那種心痛感完全滲出來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發覺 Zero True本身的控制力是挺好的 所有細節都還原得很細節的 再聽法蘭西諸士周報現影完聲大碟 發覺叮叮點點的細節、甜美動人 可以說是品嘗這個法式甜品馬卡龍 那個甜餅仔那種潤甜的感覺 聽起來很順心、很舒服的 那我突然間會覺得 這個感覺好像在聽著 牛式的膽肌的味道 那總編又何心突然打出它 對,這種就是一種近似 舊300B的味道 不過控制力更加好更加準 總結來說 這兩顆Fuse 你就要看回你自己的聆聽空間的大小 聽音的口味 你喜歡爆的 其實你喜歡聽那些很動感 Rock 爆炸力 打鼓 超級的音樂 那Extreme Zero就是你的選擇 如果你的空間是去到三四百尺 更加要留意這一款的發燒保險絲 至於你的聆聽空間比較細小小 很高貴 很甜潤 很清美 通透的聲音 其實Zero 2就是你的選擇 那去到有一個位置 我是不是每部機 我都要換一顆發燒Fuse 我就覺得絕對不是 因為我們發燒其實 那個方向 主要是除了提升的音質表現之外 就是平衡感 那你換了同一個口味 在全部機裡 可能就會多了 就是好像你煮飯的時候 下得太多的糖 或者下得太多的鹽 都是把那個可償性降低了 那其實我就覺得 你應該逐顆逐顆去試 根據你自己的口味 去調教出最適合的平衡度 如果你有十部機 你換了它 有時未必是一件好事 有時換一兩顆 就已經夠了